大家好 我是學長 大家好 我是學妹 那 什麼 咖啡偷主攻略啦 大家好 我是學長 大家好 我是學妹 那我們學長的頻道呢 每週四都會更新 金米咖啡的相關知識以及器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按下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新資囉 那我們今天請到學妹來呢 是因為我們要來聊一下 就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議題 叫做悶蒸 OK齁 妳之前有稍微玩了一下嘛對不對 有 上次有玩過 對 那這個悶蒸這個議題呢 相信大家 尤其是最多新手的 碰壁最久最久最久的議題就是悶蒸 對齁 那其實悶蒸它有很多的麻煩之處 那妳之前有悶蒸了嘛對不對 對 我之前是教妳怎麼做 妳就是說在注水在中間 一兩秒最後然後繞一圈 然後40克之後就停 就停嘛 然後再回到中間對 40克停 對齁 所以中間其中有一些關鍵字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 妳有沒有覺得說為什麼我們在 做悶蒸的時候正中間 要停留個這麼久 因為它中間是精華 粉層比較厚 哈哈哈哈 精華旁邊就是 就是糟糠就對了 就是 妳剛才說就是 我們一般的咖啡粉嘛對不對 我們這個濾杯它是一個錐形的 對不對 它是一個立體結構 所以我們在 做悶蒸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來想一下說 它的立體結構的部分 怎麼樣讓這個立體的地方 每一顆粉都吃到水 嗯 OK 有像包粽子的概念 包粽子 為什麼是包粽子 就是那個 餡料放中間啊 它才那個味道夠足啊 它會很深 它會很多啦 其實跟 跟餡料沒有關係 對就是 但是它覺得是一個立體結構 嗯 對那我們剛才查到說就是要吃到水吧 嗯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下說 為什麼說 我們希望讓咖啡粉 每一顆粉都吃到水 這樣才會脆出它裡面的精華啊 好 那如果說 有一部分的粉沒有吃到水 的話呢 他們會很傷心 他們會這樣 沒有吃到精華 就沒有辦法脆出它的味道 味道就不平均啊 對 所以如果一部分的粉吃的水比較多 它的 萃取的物質會比較 會多 對 那如果一部分的粉沒有吃到水 水的話 萃取的物質就會 比較少 不足 對 不要不要 我緊張 有點自信 有點自信 一直在被人問問題 好 有點自信 所以呢 我們在做悶症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的最目標就是說 讓我的每顆粉 都能夠在同一個 萃取的狀態 嗯 這樣理解 好 好 就是萃取的狀態 好 不要緊張 要在考試 考試 好 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 所以 要做到這件事情就是讓每一個 咖啡粉 都吃到一樣多的水 嗯 所以就回到剛剛那個議題了嘛 對不對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每一個咖啡粉 都知道水 那有個問題就是 那我沖的那個速度啊 水流的速度 嗯 轉的那個速度是不是也會影響到咖啡的味道 其實影響非常的小 哦 對就是你繞圈繞快 跟繞慢 它其實 會有影響 但是非常的少 反正重點是讓他們只有 對 對 還不如去思考說 我如何 我不用太快 我快慢都沒關係 如何更有 精準的 讓 每一顆粉都 吃到一樣多的水 嗯嗯嗯 OK好 所以呢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悶蒸的一個關鍵嘛 嗯 所以我們常常有一個口訣就是 正中間 一二三 這麼可愛 正中間 一二三 對 我的口訣是 一二三 一三 繞兩圈 回中間 OK一二三 繞兩圈 回中間 對 OK 就很適合你的 有口訣 但是我們可以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口訣會存在 就比較好記憶那個動作 當然啦 我知道 不是嗎 我當然知道 但是為什麼說 為什麼這個口訣會對於我們的布水 是剛好可以對應到的 嗯 因為你已經 研究過這個位置很久 我廢話嘛 好跟大家講 就是 因為我們正常來說 我們就給水 手中壺的給水 大概每一秒 大概是三克到五克 一般正常人啦 就是你水不要搞得特別小 一般是三克到五克 對不對 那如果你數一秒 兩秒三秒 假設你是平均是四克 那我是正中間就給了 十二克 對不對 十二克的水 那你再繞兩圈 大概一圈就是一秒 一秒到一秒半 一圈兩圈大概就是三秒 三秒又是十二克 就二十四克 那你再回正中間 是不是又停留了一下子 就想說停留兩秒 是不是又是八克 所以這樣子就很明確會讓 正中間的給水會比 可是這樣只有三十二克 三十二克 但是每個人都會有一點誤差值 對啊 都有點誤差值 但是其實我們一定要四十克 就三十到四十克之間都可以 但是我們一定要確保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就是 正中間的給水一定要比外圍多 對 這樣一點 懂 所以這個口訣 如果你順著這個口訣之心的話 就是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正中間第一時間 是不是確保它至少有十二克了 對 然後呢 繞兩圈的時候 欸 你只有兩圈可以繞 你就不會一直繞 一直繞 一直繞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避免 新手最容易發生錯誤 就是 像我這樣瘦馬腳亂 外圍太多 外圍太多 對 因為我們是不是很喜歡 然後就說我的粉面就是一個平面 濕潤 對 答對了 就是很喜歡把每一個粉都吃到對不對 對 又學長一直跟他講 濕潤 一直都跟他講說 我們每個粉都要吃到水 對 但是然後又不准我 外圍給太多水 但是因為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外圍的粉 就很薄啦 它正中間很厚 所以其實你感覺起來 我眼睛追著那個粉層 尷尬的地方走 嗯 那其實給到最外圍的時候 它那粉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你會很容易給 過多的CC數 嗯 那我有很無聊的問題 我想問 那你們在沖咖啡的時候 是會不會沖到就是 覺得不滿意這個 悶蒸 悶蒸的粉的表面什麼 然後就把它倒掉再沖沖 這麼偏執 不會 我不會啦 有客家精神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 沖煮還是要沖到晚 對 那你喝的時候 如果真的覺得很不好喝 你是可以倒掉啦 不必要喝你不喜歡吃的 食物或飲料 因為有些人 以為有些人從喝不滿意就 氣到把它倒掉了 要沖沖沖 我覺得是太沒菜 還不至於做到這個程度 但是確實是 如果不好喝 你也不要勉強喝 因為有時候很辛苦 對 但如果覺得不錯也是可以喝 好 很好 這個奇怪的問題 我們剛剛說到哪裡 我們剛剛說到那個 所以外圍的部分 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的秒數千萬不要過多 好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布水的 基本功 好 我們之前那個研磨度 都是我幫你設計好的 對 我們待會兒要做的三個示範 是 如果 你是一個新手 就是你嘛 對不對 對 新手 新手 如果你研磨度不對的話 其實你的 悶這裡容易吃飯 喔 OK齁 平常都有幫你調好的嘛 對不對 所以要調它的顆度 對 每一個豆都一樣嗎 每一個豆不會差很多 但是會略為有小的差異性 那是什麼判斷 是他們的 就是要 待會你看粉狀就知道了 看粉狀 就是基本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碰到這個粉狀代表什麼狀態 好 我們先 這個三補嗎 對 蒜蜜 我們在 沖煮之前 我們先確認一個概念 好 就是燜蒸 它比較適合燜蒸的粉的粗細度 就是 我那個粉呢 水到粉上面的時候呢 它會吃水 但是呢 它不會馬上流掉 但是呢 它也不會 水 放到粉上的時候 它不會去抵抗水 它是可以流到粉裡面的 這是比較好的狀態 這樣OK嗎 那所以如果我的粉很細 我的水鋪上去的時候 我的水會 穿不過去 會從你的表面上往邊邊 溢出 對 就會往那邊擴散 這就是過細了 那如果我的水 一給下去呢 我的粉撐不住 垮掉 水就會垮掉 粉垮掉 然後水一直往下流 就代表說它的粉 太粗了 所以只要這兩個極端狀況 我們把它 省略掉 然後處在一個就是 粉比較正常狀況之下 再配合剛剛說的口訣 OK 中間一二三 繞兩圈 一二三 回中間 不要再一二三了 回中間 回中間到四十顆就收了 OK 好 就一二三 繞兩圈 然後回中間 然後看一下你的磅秤 大概到快四十顆左右 就收了 回中間四十收 對 OK 太複雜了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來充足了 好不好 那我們先做第一個 如果你的碟膜度過粗的情況 你現在會什麼樣的狀況 好 十分鐘 你是右臉對不對 對 耳朵呢我們盡量放這一面 這樣比較熟水的時候 比較不會撞到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這個粗度 其實 粗度與否 它是相對值 所以不要迷信 就是你給水的感覺 把它拍平 插起來 左右搖晃 OK 好可以了 好 這樣把它分 壓好 好準備 來準備上 好 不要緊張 你要坐著 你要站著窗 我覺得這樣給我那個扎起的感覺 可以可以 你喜歡就好 來我幫你按時間 好正中間 一二三 對 給水大一點 好 一二三 到兩圈 好 回中間三四 OK 看 看到嗎 你是不是給完水以後 中間是不是沒有膨脹 對 而且一個小洞 內凹 因為它太粗 下面的水是不是滴滴稀哗 很快 流掉很多 這種狀況就是代表說什麼 你的粉太粗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這樣子沖起來會很淡 會很清淡 因為它粉太粗了嘛 沒有過那個插背夾 它就直接下去 對 它就直接過去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就很明確是 新手容易犯錯 它的粉太粗了 好像把它沖完 沖完怎麼樣 就正中間 中間 然後多少 到兩百 先到一百八 先OK 我也是這樣 好不錯 可是你看它中間也是那個 冒下去 對這個是明顯才出來 往這邊推一點 OK 對 對 正中間 這個待會就喝起來很清淡 不錯 能給水有進步 所以如果是喜歡清淡的 反而就可以這樣 就會沒有什麼味道 還太淡 好 休息一下 也剛好 好 等一下喔 還有一把 再一把是多少克 到 正中間給水 然後往外繞去 然後給到三百 給大一點 不好意思 等一下正中間停留久一點 聽到水聲再繞 聽到水聲 好再繞 怎麼繞水 沒有啊 沒有啊 OK 就剛剛就看出來嘛 那個粉塵是馬上 就往中間踏一邊 對 對 這種就是明顯 就代表說我的粉是偏 粗了 所以它就沒有抵抗力 所以我們要盡量讓我的粉 跟水是有一個抵抗力 可以齁 那我們第二把呢 我們就用比較細的研磨度 來試試看齁 但是 布水跟它一模一樣 好我們來試一下 來 直接來 按Timer 自己來 可以看到 對不對 我的水會澎起來 對不對 然後感覺起來回中間 好沒關係 可以看到 剛剛一下水的時候 就會覺得水是不是在 我的粉面上 形成一個水珠珠 有剛剛起來 對一個水珠珠 然後呢 你在繞水的情況之下 它很緩慢才會下水 這種狀況之下 就代表說我的粉是 偏細的 我的咖啡粉細到 我的水不太容易下去 下不去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它如果我們再去做門枕的話 它很容易 會有苦雜味的問題 因為它本能就 粉就太細了 對齁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喝起來就會很黏膩 OK 我們把它沖完 好走 然後 一樣整個中間 你看 它就會很容易淹水 因為粉太細了 就是水很不均勻 走的位置很不均勻 這邊是太多了 沒關係好 繼續 好繼續走 OK 那剛剛我們是做比較細的 那其實細呢 當然不會 不一定說它完全那個水會 往邊邊淹 但是感覺起來你的水 一上去的時候 就會在你的粉面 對 有一個 像水珠狀的東西 就等於說它的細度過細了 它沒有 不太容易穿過去 所以這就是偏細了 那我剛才有喝了嘛對不對 那結果就是喝起來會很 黏膩 對 就會很擠啦 就是有時候味道都擠在一起 就喝起來不舒服 對齁 所以這也是另外 第二種比較不成功的門枕 好那我們現在是第三種 好 那這個研磨度呢 就是我平常喜歡用的研磨度 OK 那你直接來試試看 來 好 這個中間 三 二 兩千 微中間 OK好 OK好 那如果在正常的悶蒸的 的研磨度的情況之下 看喔 你剛才這次的布水 其實水力有點太大 嗯 但是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我到了 18秒 19秒之後 正中間還在持續的 膨脹 OK 所以就當你的研磨度是正常的情況之下 就算是你的給水布水 它的力道過大啊 嗯 的情況之下 它的膨脹都還是會正常會有膨脹的狀態 嗯 會齁 所以你看喔 剛剛布水布的破 有點破 嗯 水力太大了齁 水 手中壺水箱太多 但是狀況會比較正常 好 來吧 好 那水中太多了 所以很重 你會 比較不吃 你可以看這個 它就 粉就不太 就會正常油掉 不太容易醃水 嗯 比較均勻 對 好 給它180 好 可以 下次你的溫控盒就不用裝到這麼滿 因為這個很大耶 對 是900的 所以你只要裝40%就夠了 OK 繼續 繼續 正中間先 先正中間 先到水深再往外繞 OK 好 對 然後你不用繞到這麼外圍 先從正中間順順往外繞 對 你不用一口氣繞到最外圍 意義不大 好 沒關係 所以它 水中太多 重 好 So OK 這個是 過粗 可以看 其實看顏色就知道 看起來很淡 然後這個看起來顏色很深 這個顏色就比較正常 OK 所以這個就是 過粗的研磨 過細的研磨 正常的研磨 這樣研磨喝起來 就滿 很順口 然後香氣表現什麼都會比較合理 OK 所以呢 在悶蒸的過程之中 就是要特別注意 一個就是你的研磨度 你給水的時候的感覺 就是 你也不要硬背 就是因為每台磨度機的刻度不一樣 對 你去背也沒用 我剛剛問你 對 你背也沒用 不用背 你就是自己感覺 這個好像 譬如說你有可能一 是你看起來 你給的時候的手感 是像剛剛那樣子 是過細或過酥 或者是 如果你喝到這兩杯 你就知道說 這種口感 就是對你來說太 太出了 對 這個太細了 你就可以再調整 所以 沖咖啡就同時 就是用眼睛跟 舌頭 感官 一起 對 用心 去 記錄這些事情 喝起來就會很正常 OK 所以呢 就算 你如果 你的布水 就是照剛剛的 口訣來做 然後同時 注意一下你的研磨度 悶針就容易成功 OK 回去要 練布水 好 對 我們三次 還有第三次布水 雖然破 還是成功的 對 還是後續有在膨脹 練習 多練習 OK 那這樣悶針 弄懂了嗎 懂了 OK好 那如果各位對悶針 有一些問題的話 或是新手 想要像菲一樣 碰到一些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